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英語語堂跟樂語堂的弟兄姊妹去參加夏禮 所以今天我們沒有兒童的program 各位家長照顧了 有一天我大概送年輕人回山上禮之後 看見路邊上面路旁掛的那個牌子上面有寫慈濟的這個牌子 應該是已經掛在裡面好的陣子了 原來是市政府開放任養道路 我注意了一下慈濟還任養不少在clato上面的道路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在今年二月的時候 有一天上拿了一些海報到目的港送門堂去 叫警察就張貼了 我到了教會把車子停好了以後 就看見有七八個人在那邊忙進忙出的 好像是在搬東西 好像有什麼活動 因為搬了很多一次性的杯子盤子 仔細一看他們都穿著實際的衣服 等我走到教會門口 果然有人在對我說慈兄長 原來是當前有一個三年式的聯合慈善活動 在聖文堂舉行 剛巧看到的都是慈濟人在這邊幫忙 慈濟本來是一位台灣的寧 他所創辦的一個佛教團體 但是現在在全世界 他們都以慈善團體的姿態 在辦很多的活動 甚至呢進到教會來辦活動 他們也做了很多啟難救助方面的事 完全顛覆了我們佛教是出世出家人 世大皆公的這個觀念 據我所知 他們內部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就是希望在他們的創辦人 有生之年 就那位迷姑 他今年七十五歲 把他推上諾貝爾的宗教 所以呢 他們現在就投入了更多的資源 就是財力 物力 經驗 在台灣以外的世界各地 要把持續推向世界的舞台 增加國際的資源 在這個世界上 確實有很多苦難的人需要幫助 有很多地方 是政府的力量達不到的 看見有更多的人士或團體 不管抱持著什麼樣的動機 目的 能夠把溫暖的手伸出去給需要的人 這都是一件可喜的事 但是 作為一個基督徒 或甚至一個傳道人 我還是不禁的要問 基督徒對今天社會的影響力在哪 我們有沒有越來越把自己 侷限在教堂這座建築物之內 反而把自己搞得越來越出事了 這是我們弟兄姐妹 要一起來反省的 早年福音傳到中國的時候 教會用了很多的方法 比如辦醫院 辦學校 辦護衛院 辦麻風院 等等 做各樣的實惠工作 因為辦得很好 不少人就透過這些管道 有機會認識了耶穌 但是 這三十年來 佛教團體也這麼做 而且 他們做的 不比教會做的差 甚至有的時候 口杯比教會還好 所以現在很多辭匯的工作 教會已經快 慢慢的沒有特色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當我們鼓勵人去禪福音的時候 就會發現我們慢慢失去了福音接觸的機會 弟兄姐妹 當我們領受了上帝的救恩 成為神的兒女 成為了天國的子民以後 是不是就只滿足於拿到了這張 到天國的門票呢 然後就等著上天堂了 沒有錯 這張門票確實是很重要 但是 如果只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的生活 要不就是完全沒有吸引人 想要來認識耶穌的動力 要不呢 就是會在 現實跟理想 或者是說 世界跟天國之間 擺來擺去的 過得很辛苦 因為 關於上帝的真理 我們也懂了一些皮毛 但是呢 又覺得在日常生活裡面 好像很難做到 每天在這兩端拉扯 難怪啊 我們在跟人禪福音的時候 有的時候會聽到人家說 等到我快離開世界的時候再醒 你不能怪這樣子的人 因為可能他看到的 因為可能他看到的基督徒 都是這個 這個不能做 那個一定要做 做得很辛苦的基督徒 但是耶穌說 我來了 是要叫人得生命 並且得得更豐盛 不然不錯 耶穌主要是 是講到 是在永恒國度裡面的生命 但是既然說是他來了 當然呢 也要對我們今生今世的生命 有不一樣 不然的話 耶穌他還托付我們 這個大使命 要我們把福音傳到地極 那可不是 就太為難聞了嗎 所以啊 問題的關鍵在於 當我們接受了耶穌 成為神的兒女以後 有沒有確實的 照著他的吩咐而行 還是說是個半吊子的 只選那些 好聽的聽 覺得不好聽的 不容易做的 就把他放在一邊 做參考用 當你做一個國家的公民的時候 你必須遵守那個國家的所有的法律 不然的話 就是要面對施法 作為天國的公民 跟成為任何國的公民一樣 你不能夠 只選你喜歡的做 只喜歡的聽 不喜歡的就不做 因為這個樣子 只會讓自己 在天上人間之間擺盪 比如說 我們在座的各位 幾乎啊 大概都是引引到加拿大來的 既然來了 就應該要過一個 符合加拿大價值 要求的生活方式 我舉幾個例子 比如說 在加拿大做父母的 千萬不可以打小孩 不可以拿著過去的那個觀念 想說 我生他 養他 抽他兩下 不可以嗎 做父母的啊 可以有很多的管教方式 但是千萬不要動手 加拿大的人 也不會認為打小孩是你家的事 誰看到了或知道了 都會要插一手 在法律上來說 也規定 要插一手 這個就是加拿大 另外 做丈夫的 千萬不能動手打太太 你或許會說 嘿 我老婆那才叫搶悍啊 我出手完全是智慧啊 可能你說的是事實 但是 如果有人報警喔 警察喔 來了 通常都會站在太太那一邊 他問你的小孩子 小孩也通常會站在媽媽那一邊 一旦 你有了這個紀錄以後 跟隨你一輩子 肯定會讓你抽鬼的 所以 請各位弟兄們 特別要記得 不過呢 也請姐妹們喔 不要因為這樣子 就想來測試一下先生的體現喔 這個絕對會是兩敗俱傷的結果 還有一件事情喔 就是來到加拿大 你喝了酒以後啊 千萬不能開車 尤其是在卑斯省 我們可能有全世界最嚴格的標準 不要以為說 才喝一點點 卑斯的 卑斯的法規喔 可以說對酒精是零容忍 這也是我們華人在這邊生活喔 絕對要適應調整的生活方式 我簡單的舉這三項喔 是我覺得華人喔 特別要注意的 或者說 務必要適應 也符合加拿大的價值 你如果不願意調整 那就注定要吃苦頭的 其他還有很多方面 像誠信 手持 排隊 在公共場合的音量 這些 我就不一一說明了 這些都是 來到加拿大生活 需要適應的 千萬不要不信邪 你只能選擇 改變自己 適應新的環境 新的身份 那麼我請問 當我們成為 天國的公民的時候 我們的生活態度 應該有哪些需要 調整的呢 除了禮拜天 上教堂做禮拜以外 基督徒的生活 和一般人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對於自己 天國公民的身份 有怎麼樣的認知呢 關於這個 不只是今天 我講到的 也可以說是 我們每一次主日講到 都在說的 怎麼樣過一個 討神喜悅的生活 使我們的信仰 能生活出來 基督徒要在這個社會上 發生正面的影響力 就一定能夠吸引人來認識耶穌 今天我們剛剛所讀的經文裡面 保羅他說 只要你們行事為人 與基督的福音相稱 但是這個行事為人的原文 有政治上面的意義 意思就是 旅行公民的義務 在旅正中的翻譯本 他說 是翻譯成 你們做公民 要對得起基督的福音 更是清楚 這個概念 對菲利比的信仰來說 是非常有意義的 因為菲利比這個城 不屬於羅馬 但是好像殖民地一樣 所有菲利比的人 都享有羅馬的公民 公民權 他們也很以這個身份為榮 所以今天 我以千國公民的生活態度為題 要從這段經文裡面 跟各位一起來學習 三個有關 千國公民的生命課題 第一個 不看環境 成為福音 第二個 在徵戰中 不受驚嚇 第三個 堅持白人 為主受苦 在第二節裡面 第二十七節裡面說 只要你們行事為人 與基督的福音相稱 叫我過來見你們 或不在你們那裡 可以聽見你們的景況 知道你們同有一個心智 站立得穩 為所信的福音齊心目的 基督徒的信事為人 生活準則 應該在任何環境下 都跟自己的身份一致的 也就是說 信仰是個生命 不應該受環境影響的 會受環境影響的信仰 那個叫做情境信仰 就是一個人在家庭 在教會 或是教會學校 得到很多正面的影響 而讓他的信仰 保持在一個很穩定的狀態下 但是一旦把他從這個環境裡面 抽筆的話 他的信仰就會跌倒 甚至失落 這樣的信仰 就叫做情境信仰 雖然 信仰是一個心智的活動 但還是跟我們的環境 受到很大的影響 譬如說 你的孩子 要出外出 或者是去工作 我們就會禱告 求神 讓他遇到一個基督徒的室友 或者是同事 或者是上司 在他去的地方 能夠找到一個好的教會 好像這樣 他的信仰 生活才會保持得住 他的生活才會得到祝福 這樣的祈禱 雖然無可厚非 但是 是不是也意味著 我們對孩子的信仰 不是那麼有把握 所以需要一些好的環境 來支持他才行 保羅他期待菲律比教會的人 不管他有沒有去菲律比 他們的行事為人 都要能對得起基督徒的福音 也就是說 我們日常生活的言語行為 也不應該受到 有沒有其他基督徒在場 而影響 而單單只要知道 我們在天上 有一位 時時在看過我們的天父 就夠了 在二十七節裡面 同有一個心智 戰力得穩 按照原文 應該是 戰力在同一個領上 這個戰力 是指這個士兵 在作戰的時候 堅守崗位 絕不退後的勇敢態度 同一個零呢 就是解釋說 抱著共同的目標 所以這一句話的意思 就是在信仰上 戰力得穩 應該是所有基督徒的共同 為什麼保羅在 教導菲律比教會的信徒們 在傳福音以前 要先穩固好自己的信仰 當保羅在寫這封信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基督徒 不但受到 猶太教的盤斥 迫害 在政治上 也有羅馬的迫害 更有許多的 異端邪說的引誘 在這樣子的大環境下面 要持守住基督純正的福音 是很不容易的 何況當時的教會 他們所擁有的 這個我們所看的 這些使徒書信 都不完全 信徒常常碰到了異端邪說 不知道如何應付 我想 在文洛華的弟兄姊妹 也多少會有碰到 或異端邪說的經歷 因為上聖經上面說過 到末世的日子 異端邪說特別多 有的時候我們也很敢看 好像傳異端邪說的人 反而比較熱心 他們一家一家的去敲門 要把他們所謂的福音 傳給你 你聽了以後 雖然覺得好像有一點怪怪的 但是呢 又沒有辦法具體的說出來 到底是什麼問題 弟兄姊妹 當我們蒙恩得救了以後 並不表示 那個惡者撒旦 就放棄我們喔 我們還是會受到引誘跟攻擊的 我們需要像戰士一樣的抵擋他 那如果想要能夠在信仰上佔定了我們 最重要的關鍵 就是要明白神的道 保羅他說 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 如果要反擊惡者撒旦的攻擊 就只有用神的道才能夠成功 神的道 通通都記載在這本聖經裡面 我們今天在美美的基督徒 幾乎人手一本 甚至有好多各種不同版本的聖經 實在是非常的幸運 要得這聖靈的寶劍就是要讀聖教 要明白神的道 要思想神的話 還要刻在心板上 這樣你的這個寶劍喔 才會光亮 鋒利 除了我們要情如聖經以外 還建議弟兄姊妹 要上主日學 因為教會你的主日學喔 是明白神的話語 最容易 最直接 最有系統的一個途徑 每一位教課的老師 他們都非常的用心準備 把他們那些所要上課的這個內容喔 都是經過他們消化以後喔 講出來的 幫助我們能夠學習神的道 當我們在信仰上 蘇利德文的同事 還喔 必須要擔負起 傳福音的責任 這個責任 是主耶穌基督 他親自交付給我們的 在27節的後半段裡面 我們要注意的就是 為所信的福音 齊心努力 這個努力喔 在原文裡面 有這個 以團隊為單位的 競爭或戰鬥的意思 所以 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 這一句話就指出了一個 很重要的真理 傳福音是基督徒的一個 團隊的工作 或者也可以說 是教會每一個基督徒 共同負擔的責任 不要認為 教會裡面有傳道人喔 有長老喔 有主族學老師 有團氣的Leader 又還有官僱部 團氣部 傳道部 應該沒我的事喔 教會是一體的人 在傳福音 和持守真理的這場戰爭當中 我們是一個 團隊的方式 來參與這場戰鬥的 不要忽視自己的角色 也許 你只是向新來的朋友 問個安 或者是 打個電話 或者是 幫忙新朋友 新移民安頓 適應新環境 或邀請他到家裡面 來跟他做個朋友 這些 通通都是 非常重要的福音工作 然後 弟兄姐妹 我們 能不能夠 擊退殺旦 在祖林的 征戰中得勝 絕對不能夠 靠少數幾個人 一定是要齊心努力的 確認自己是個 同工的角色 要參與 而且盡量的和其他的弟兄姐妹配搭 千萬不要忽略了自己 在團隊裡面 行動的功能 有的時候 你會覺得 我們去請別人做一件事情 好像比我自己去做 還要累得很多 但是 在教會的服飾上 我們還是要記得 不要 通通自己攬下來做 要學習跟別人同工 也讓這個 服飾的祝福 分一些給其他的 英雄姐妹 天國公民的生活 第一個特徵 就是要勇於殘養城鎮的福音 我們要先 自己在信仰上面 站立的穩 為了 有效的傳福音 同心合力的 以團隊的方式 來傳福音 接著 既然要傳福音的話 天國公民 不可避免的 就是會碰到秘境 會面臨的署名的征戰 那該怎麼辦呢 在第28節裡面說 凡事不怕敵人的驚嚇 這是證明他們沉淪 你們得救 都是出於神 保羅他很清楚的 基督徒所碰到的困難 並不只是在信仰上面的認知而已 在生活上 身體上面 都會受到攻擊的 在保羅寫這封信的時候 基督徒被打 被拘禁 被驅趕 是很常見的事 今天這樣的事情 還有沒有 也是有 可能在一些共產國家 或者是阿拉伯的世界裡面 我們還是常常的 聽到這樣的事情 這種 但是呢 這種迫害 也不只是跟政治有關 有的時候也跟文化產品有關 有的時候 迫害甚至發生在家裡面 但無論如何 如何的面對逆境 是基督徒必須要學習的功課 在28節後半段裡面 看到基督徒在這場征戰中 應該要知道的兩件事情 就是 敵人終必失敗 基督徒終必得救 這邊說 這是證明 他們沉淪 你們得救 都是足以神 意思就是說 神已經定下了規矩了 凡是為了信仰的緣故 而破壞或攻擊基督徒的人 都要沉淪 這邊所謂的沉淪 就是最後的滅亡 這實在是一件很嚴肅 而且可怕的事 想想看 那些來攻擊我們信仰的人 竟然都是在 是在撒旦的操控之下 成為了罪惡的工具 一旦被利用滿了以後 就只有毀滅了 弟兄姊妹 不知道 你身邊 有沒有人 因為你是基督徒 而嘲笑 排擠 或者是戲弄過你呢 我自己有一點小小的經驗 我從前跟各位說過 小的時候我們 在學校吃飯盒 中午吃飯盒的時候 和禱告以後 飯盒常常會不見 後來我都會學聰明了 找到的時候 手壓在飯盒上 但是呢 也就養成了 我吃飯都吃得很快 到現在還是一樣吃得很快 另外呢 因為我的名字叫徐摩熙 我出生的時候就是這個名字 所以喔 常常在學校 會引起一些 譬如說 每學期開學的 有新德老師來 新德老師叫梅根甜 張三 又 李四 又 王武 徐摩熙 他就會抬頭 看一看 有的老師就會說 你是姓教的喔 是 為了這個名字喔 我一直到 當完兵到了美國讀書了以後 才沒有受過 騷擾 另外 我就想到 像 現在我大家常常在用的Facebook 我就曾經想過 我的Facebook上面的朋友 主要都是兩大族群 一個是我神學院的同學 神學院同學 另外一大族群呢 是我從前的學生 奇怪了 我從前 我自己的同學 大概大學中學小學的同學 都沒幾個 我在想 我跟他們是不是這個 感情這麼差 或者是他們都不上電腦 因為我們那個時代還沒有電腦 Anyway 我在想 可能也有一個原因是不是 我從小到大 這個 禮拜天的教育 我從來沒有去跟他們參加過 就禮拜天的 學校的辦的教育 當然一定是中間 上學的時間 私下的同學 私下 特別在大學的時候 他們辦教育 什麼烤肉啊 那些 都是禮拜天的 所以 跟他們的感情 可能也是 是我的 一些損失 但是 我也感謝神 祂特別的 賜福我 沒有等到我 上了天堂才賜福我 我覺得 我 我還在活在世界上 就已經 理受了祂很多 我覺得 不應該得到的 祝福 也許 其中 這些 排擠你 這些 嘲笑你的人 有你的親友 有你的同事同學 但是 按照這邊說 如果 這些人 不悔改的話 都要永遠沉淪 我相信這些 大多數的人 都是因為 無知 而被撒旦利用 所以 我們還是 應該要為這些人 得救 祷告 主耶穌他也曾經 會 迫害他的人 祷告 當他 被釘在十字架上面 之後 忍受痛苦 羞辱的時候 他說的第一句話 竟然就是 父王赦免他們 因為他們所做的 他們不曉得 弟兄姊妹 對於那些 績笑 厭惡 嘲弄 我們的人 不需要怕他們 因為我們清楚的知道 神會要拯救我們 因為 這是正義 祂不要沉淪 我們要得救 相反的 我們要怜悯他們 因為神的正義 終究被引到 第二十八節裡面說 你們得救 是指在受到迫害中的基督徒 必要被神拯救 根據保羅他在 《解山文家》裡面所說的 基督徒不但要被拯救 而且最後還能得到 神榮耀的獎賞 那麼 怎麼樣算是 為義受逼迫呢 並不是說 你在信主了以後 只要受到 不如意的挫折 都在為義受逼迫 甚至說 一定是撒旦的兵器 有的時候 也不要冤枉撒旦 在台灣 我就聽說過 有一個教 有一個是小組教會 有一位姊妹 她的先生還是步道友 也是一位醫生 這位姊妹 非常熱衷於教會的 各樣俗世 幾乎每一天都有跟教會有關的活動 他們的教會採取G12的策略 就是每一個人 你要栽培出12個門徒來 而且還要幫助這12個門徒 去栽培出他們的12個門徒來 這好像有點像老鼠會 所以呢 在理想的狀況下 每個禮拜 她要去參加她上線的那個小組聚會 還有呢 就是她自己的那個小組聚會 還有呢 要幫助下面的 如果理想狀況 就是12個人 他們的小組聚會 所以呢 一個禮拜 可能的話 要參加14個小組聚會 所以這位姊妹喔 她很少回家吃飯 能夠回家睡覺也很不錯 更別說回家做飯 反正先生的工作也忙 小孩子呢 只要給她錢 就可以自己借她 這樣的情景久了 原本有時候還會跟她 一起到教會區的先生 也不去教會了 孩子們成天看不到父母 也漸漸的疏怨了 後來先生有了外遇 最後還鬧到要離婚 結果這位姊妹 就把她在家裡面 所遭遇到的迫害 帶到教會裡面來哭訴 自認為是未遺受的禮拜 我們今天喔 在北美雖然信仰也自由 但是因為信仰而被攻擊的機會 還是一樣很多 譬如說在學校裡面 普遍存在了 對信仰歧視的這個風潮 墮胎合法化 同性婚姻 對傳統家庭的定義的挑戰 這些都是我們今天 基督徒面臨的信仰的攻擊 如果我們不隨從潮流 不跟時尚妥協 不跟著大伙走的話 就容易會被人嘲笑厭惡 甚至攻擊 但是這一段經文告訴我們 如果能夠堅守基督福音的信仰 而且表現在生活當中 不懼怕環境給我們所施加的壓力 不像那些違背聖經教訓的價值觀妥協的話 我們就要過一個符合天國公民的生活方式 這個就會是我們得救的保證 天國公民生活的這個第二個特徵 就是在征戰裡面不要受驚嚇 要勇於面對惡劣的環境 在逆境當中確信自己的得救 而且知道有很多人將要成人 有這樣子的認知 能夠促使我們去向人禪福音 而且為很多的福音對象討報 接著法洛提到了一項很有意思的真理 在二十九節裡面說 因為你們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 並要為他受苦 也就是說信靠基督和因基督的緣故受苦 這兩件事情是個形影不離 好像是一起兩面的事情 而且這種生活經驗 竟然都是蒙恩典的象徵 你說奇妙不奇妙 為什麼做一個天國公民 要堅持白人為主受苦 我想重要的一個原因 就是我們的基督耶穌 已經為我們做了榜樣 使徒彼得他就曾經說 說你們蒙昭原始為止 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 給你們留下榜樣 叫你們跟隨他的腳踪行 另外保羅他也說過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他們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搶奪的 反倒虛己取了獨屋的形象 成為人的樣子 既有人的樣子 就自己卑微誠心順福 一致於死 卻死在十字架上 這兩段經文都告訴我們說 要效法基督耶穌的榜樣 我們可以看到 幸福基督和為他受苦 這都是神的恩典 而且是不可分割的恩典 在我從神學院畢業以後 開始傳道到今天 剛滿四年 我是2008年7月16號開始 在教會中傳道 我最深刻的警惠喔 就是人喔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脆弱 你要把一個人喔 扶起來 可能要花好幾個禮拜 好幾個月 甚至好幾年的時間 甚至喔 可能永遠才都起不來 但是 你要讓一個人倒下去的話 可能只要一句話 或者給他一點點挫折 讓他身體出現一些狀況 五花八門的各種理由 都可以讓一個人 趴在地上 久久趴不起來 甚至有的人 也有人喔 他是會想盡辦法的 要找各種的理由來 讓他趴在地上 合理 你說他喜歡趴在地上嗎 我相信他也喜歡 前天早上我在 送字樣去搭火車的時候 因為時間還早 我們就坐在車子裡面 這邊等 我們就談起了某某人 就談起了某某人 我們就都很敢看 人真的是非常的脆弱 敏感 多明 那我請問你 我們都知道了 上帝知不知道 人的這個問題 他當然知道 但是 他也知道 一個成熟強壯的生命 非得要經過一些苦難的脆念 又脆弱 又需要苦難的力念 在這兩難之間 怎麼辦 他拆了耶穌來給我們做榜樣 這樣我們可以跟著他的腳踪行 除了主耶穌 保羅也把自己拿來做幸福們的榜樣 另外 在歷史歷代 那些為基督受苦的聖徒們 也都可以成為你我的方向 在三十節 你們的征戰 就與你們在我身上 從前所看見 現在所聽見的一樣 我們看見保羅 他把基督徒的生活 視為一種征戰 這是指在前線 直接跟敵人接觸的那個肉搏戰 我們知道 菲利比的幸福 對於這個愛心 是毫無疑問的 但是保羅卻認為 他們除了關户關懷以外 還要效法他 也就是說要做出來 要活出來 今天的基督徒 是不是也願意 像保羅一樣 不只是享受這個基督救恩的各樣好處 也願意付上代價 為了殘養福音而甘願受贈 就像上個主日我們所說的 如果 我們能夠把我們的生命 對焦在基督身上 過一個尊主為大 殘養福音的生命的時候 我們就不容易 為了我們生命上 那些鎖鎖碎碎的事物 弄得跌跌撞撞的 別說人家看不見上帝的榮耀 就是我們自己 都會覺得自己很可憐 天國不明的生活態度 就是當我們成為神的兒女的時候 所應該要調整適應的生活 我們要超越環境的艱難 在信仰上善意得慰 就是要好好的學習神的道 而且我們還要和所有的弟兄姐妹 同心合一的一起殘養福音 要在這個屬靈的征戰當中 勇於面對意境 確認自己會得到上帝的救救 要勇於為主受福 為福音附上代價 要知道信號基督跟受福 常常是如影隨形的 而且都是蒙恩典的標記 我們要效法基督的十二集 順復身 謙卑的服侍人 願神指不達到大語 謝謝 謝謝